Kelly 陳惠霖 相隔19年 日前再次在廣州 居然世界巡迴演唱會 不單有全新的歌單 唱了多首的Side Track 還唱了全新的歌曲 這個舉動 似乎引起了香港粉絲的不滿 一個叫Winley的粉絲 被社交平台發文說 內地演唱會果然是世一 他隨後上作了照片 見到大量Kelly 親筆簽名的CD 而且大部分都有儲名 部分CD被分成兩節 連首牌都被一分為二 Winley 其後更回覆網友說 浪費了他27年的人生 他接受我們訪問時表示 Kelly 偏心向內地很嚴重 他們這群90年代的粉絲 真心很生氣 問為什麼20多年來 香港的演唱會 都沒有唱過Side Track 問到他為什麼不去廣州捧場 Winley 就解釋 因為對去年9月澳門場感到失望 擔心廣州場會是一模一樣 所以就未入不上